我国蔓延超过一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令许多民办学府陷入困境 柔佛州政府宣布拨款 100万令吉给州内八所独钟 而另外南方大学学院 也会获得一笔50万令吉的款项 用来提升校内的硬体设备 借我们独钟的所有的领导 南方大学的领导 一向以来出钱出力 在围九路州 栽培人才所做出的努力跟贡献 我们希望这些款项 也能够在疫情的期间 推动网上的上课 或者是在数码经济领域 来如何的让南方大学的学生 能够取得一定的帮助 柔佛州大臣顾问郑修强指出 校方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被迫暂时关闭校园 实行网课 但是疫情肆虐导致校方筹款数额 骤减 线上教学面对挑战 郑修强和柔佛州大臣 拿杜哈斯尼见面商讨之后 决定给予拨款 协助各校解决问题 而除了柔佛州 击打三所独钟 今天同样个别获得 州政府资助十万令吉 其州董联会主席庄俊龙就坦言 州内三所独钟的开销 不负一百二十万令吉 并感谢州大臣 在疫情冲击下 迅速发放拨款 减轻了独钟的经济负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